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关注我,了解更多有趣的足球小故事 如果说有土豪愿意给足球投资五个亿 放在任何地方,这是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在中国足坛,事情却从来都不是这样发展的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 中国队曾在热身赛中击败法国队的故事 有朋友在评论区问,这支国家队后来如何了 是的,这支击败过法国的中国男足 就是范达将军在足球圣经里 所提到的由高红波指导执教的高一期男足 那支中国男足是我认为近15年内最有希望的一支国家队 但后来却毁于中国足协的骚操作和万达五个亿的赞助 我们就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支国足的故事 2009年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惨败和冲击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失败后 中国足球跌入了历史的低谷 当时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是108位 也是当时的历史新低 此外,中国足球在当时的关注度也是最低的 在那伙的贴吧中有国足球迷调侃 当时大伙看国足的比赛得关上门拉上窗 生怕被父母朋友发现了 还要辩解自己是在看爱情动作片 而非在看国足比赛 2009年5月 43岁的高红波成为了近30年以来 国足最年轻的主角连 随后高指导开启了改革 大量启用1985年后出身的球员 如邓卓祥、余汉超、告灵 而正至邵嘉一等脑将则开始淡出阵容 高指导在当时说组建这支队伍的目标 就是为了备战2014年世界杯预选赛 此外高指导还提出了中国球员的优势应该是灵活 所以他强调他的球员必须都尽可能的让球传起来 简单来说就是学的西班牙的风格 俗称破产盘Tiki Taka 不过尽管国足有着一欲高压逼抢就丢球的老毛病 但至少在一些节奏不快的热身赛中 高指导的这一套打法还是能起到不错的效果的 在随后的两年内 中国队也参加了多场友谊赛 一共42场正式比赛 战绩为24胜13平5负 这其中包括了东亚杯3比0韩国 0比0日本 友谊赛1比0法国 1比1德国 输家的五场球分别是输给了葡萄牙、乌拉圭、沙特、伊朗和卡塔尔 这里面最值得一提的是 2010年的东亚杯上 凭日本胜韩国后拿到了东亚杯的冠军 给当时跌入谷底的中国足球注入了一针强心针 而南非世界杯前暴冷击败法国 更是让人虎去一震 当时有不少的球迷都看好这支国家队的未来 可惜就在这时 第一个转折点来了 高指导率队参加2011年年初的亚洲杯 在遭遇到更快节奏 更大强度的身体对抗和逼抢时 高指导的小快灵就失去了功效 最终高家军在那届亚洲杯上 只能以一胜一贫一负的成绩 小组出局 高指导遇到了执教以来的第一次质疑之声 随后2011年7月 万达集团带着他的五个小目标来了 王健林表示他可以赞助中国足鞋五个亿 但前期条件是必须得给中国男足 换个世界名帅 这下足鞋可犯了仇 最后在施育赛 还有20天就要开赛的情况下 纠结的中国足鞋最终做出了决定 让高指导下课 西班牙名帅卡马乔取而代之 高指导此前为了备战世界杯预选赛 已经只要了两年多的时间 团队人选什么的都已经打磨成型了 结果这时选择换帅 这操作都秀到天上去了 而且谁都知道林郑换帅是大忌 结果中国足鞋偏要立天而行 之前有人问我 为什么中国足球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 物力和资金都搞不好 足鞋的骚操作绝对是一个重要原因 后面的故事我们就不用赘述了 在卡马乔的一番反向神操作之下 不仅失于赛惨淡出局 更是将高指导此前的努力一并毁掉 国足的世界排名再次回到了109名 万达花了5个亿 结果落了个好心办坏事的结果 对此我也只能引用范大将军的名言了 小哥带的蛮好的 你把他去换了干什么 你告诉我